節目開始前 邀請你加入成為會員 支持我們 使我們的事工更往前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信仰講清楚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的節目 記得按讚、分享、訂閱 還有留言給我們 我是Casey 謝文雅 讓我介紹一下今天兩位嘉賓 我們有司徒永庫博士 你好 我們有梁緬恆女士Cindy 你好 今天探討一個什麼話題呢? 就是說 基督徒也有很多情緒病人 其實說真的一句 就算是基督徒還是不是基督徒 都可能會有情緒病人 但是情緒病或者一個情緒的問題 都是一個很值得我們去探討 或者關注的話題 不如先講一下 其實基督教是怎樣看悲傷 或者哀動的這些情緒呢? 基督徒又應該怎樣處理這些情緒呢? 我又覺得在聖經裡面 全道書已經說了 是哭有時、笑有時、哀動有時、跳舞有時 所以這些情緒是生命裡面必然的一部分 不要覺得有不開心情緒就是不好 其實應該每樣都要接納有這些事情 那司徒永副博士呢?你又怎樣看? 我可以跟自己自身的經驗 有時我的確會有很多頭腦上面的知識 自己年少的時候開始信耶穌 聽到無數 聖經的教導都是教導我們怎樣去剛強 甚至我們要佩戴全副的軍裝 好像是一個很勇猛善戰的 讓我們靠著那家給我的力量 但是我自己真實的我 我真的有時有小膽又會有恐懼 所以自己的經歷就真的好像 我們的身體會有感冒的 我們剛剛才走過了幾年的COVID-19 其實我們的身體會有疾病或者感冒 為什麼我們身體的其中一部分 就是我們的腦袋或者血清不夠 或者我們的心情有時我們不是病死而是嚇死的 其實都是我們整個人的真實那部分 你提出這件事都很值得我們去想 因為你提到就是我們這個宗教的確是經常會教我們要剛強 我自己都會想起經常提我們時事要起落 所以有時會不小心想 如果我突然之間不開心的時候 是不是我學起落學得不夠好還是怎樣 所以有時真的坦白說 作為基督徒在面對著自己有悲傷這個課題裡面 某程度上是有一點點衝擊的 所以你提出這件事其實都好 就是我們要知道其實我們有不同的情緒 好了知道我們有不同的情緒我們要接納 如果真是很不幸地我們現在在一個逆境之中有不開心 我們應該怎樣去面對呢 或者怎樣去拿一個平衡 一方面我又要接納有不開心的情緒 但另一方面我要學起落學剛強 怎樣去平衡好呢 不過我認為因為主耶穌在白福那裡 他都提過哀動的人有福 其實主耶穌都很接納哀動的人 他甚至會說哀動的人有福 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那我覺得首先要接納我們有不同的情緒 這個是必然的 而剛才施圖博士都說過 其實人有up and down 是很必然的 就是外在我們去學做一個剛強的人 但是我們內在都有不同的情緒 去面對神怎樣去幫我們再起來 其實我也想到剛才耶穌那個教導 他甚至稱為有福 是啊 就是你的哀動 可能是建基在真正的你 不是一個被神化了的 或者不是一個真實有 就是每一個人都有七情六慾 我們有情緒生成 是憤怒 或者是有些悲天問人 我們見到一幅圖畫 例如是戰亂飢餓 如果我們能夠裡面都被觸動的 那那個哀動呢 它能夠動 都是從個情緒而來的 那其實 又得到安慰 安慰呢 這種的安慰就不是我們講大道理去安慰別人 是 而是我們自己都被觸動 但是那個觸動呢 可以是很深層的 譬如我在聖經裡面 我想到有兩個的情境 上帝沒有改變那個事實 那如果你是當事人 你會不會有情緒呢 一個就是保羅 保羅是他一生裡面有根刺 而那根刺是沒有離開他 那如果我們說 討告上帝就會英雲的了 又或者按著上帝的心意討告 就必定是誰聽的了 那這個的大道理怎樣演繹呢 都還要我們生命去咀嚼它 但是如果好像保羅那樣 他自己都講到明 我身體裡面有一條刺 但是上帝沒有幫我拿走 那好像真是一個缺席的上帝 我想缺席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就不是上帝真的缺席 因為上帝是無所不在的 但是我們的情緒告訴我們 為什麼上帝好像默言不語的呢 究竟他在哪裡呢 現在我們看到那個世情的局面 是 戰亂的淘炭 那沒有理由沒有情緒 而且他又不出聲 又不出手 作為當事人 我第二個想起的就是耶穌 耶穌面對苦杯 他說如果可以的話都拿走 如果這個 是 在耶穌道成肉身都尚且這樣說 形容這個是苦杯來的 就是苦膽來的 那沒有理由沒有情緒的 是不是 而且聖經講的耶穌哭了 那 所以 我想先說就是這個很真實 你這樣說 我想起呢 其實最近看電視的新聞 有時候令我都會很難過的 那 因為我服侍的機構 我們都是接觸青少年多一點 是 其實呢 我呢 寧願是 有多些感情 好過呢 就好像有些青少年那樣 是變成一個沒有感的世代 就是 只是掛著打機 沒有所謂 那些叫做嗨 隨便 隨便 佛系 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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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也不認你 可能是有事 那我覺得其實 有些甚麼令我們是 觸動我們的心靈 令我們心如刀割 又或者呢 令到我們笑到飆了眼淚水 其實呢 是神給我們很大的禮物來的 這些情緒 讓我們知道呢 其實我們真正喜歡些甚麼 或者有甚麼呢 令我們覺得 其實在我自己的生命裏面 是很重要很寶貴 所以我才會為這些事情去流眼淚 嗯 剛才呢 都提到 聖經裏面一些例子 就讓我們知道 是的 其實是有悲傷這種情緒的 好了 進一步就是 當我們認知到 是有這種情緒 那有沒有一些勉勵 即是我們應該怎樣去面對呢 如果又是從聖經裏面 教導我們 面對悲傷的角度去看 我就覺得呢 人生最真實的地方呢 就是 你有一個目標 你也都想去達成 譬如我們都很想開桌吃飯齊齊整整 嗯 我們都一年的開始 都會為年尾定一些目標 讀一課程想完成 其實呢 其實呢 上帝在我們的創造裏面 或者內心裏面 的確是想做好的 譬如當上帝創造這個世界 是說好的 是 成了的 事實上我們是想有一個完美的結局 是一定會的 但是當出現落差的時候 這個又很真實 是 因為其實我們去建立一個圖畫 每一個人心裏面都有一個圖畫的 一個溫馨的家 就是買了一層樓呢 不等於有溫馨的家 那麼 我們會有一個圖畫 然後想去盡力而為去經營這個圖畫 例如一個幸福的家庭 嗯 但是 當你遇到家裡 有磨殺 有爭執 甚至可能有衝突 如果你覺得這個是 是好像很陌生的 嗯 基本上可能你不是認真知道 原來生活是包括這些過程的 嗯 等於是 吵架 其實你當是預了 是 所以我就認為 圖畫是很重要的 你想去完美的句號 都是有一種很自然的 嗯 但是呢 的確是有一些不完美的東西出現 那個呢 就在過程裏面 那剛才呢 我有提到就是保羅 保羅最完美 最美麗 或者對我 最觸動的呢 就是去到 提摩太后書的第四章 就是 他知道 預示 自己將會離世的 所以他說現在我被僑電了 我離世的時候已經盜了 那他總結他一生呢 他沒有說他的仗是打贏了 嗯 他只是說打過 是 還有我想他都不一定呢 是會真真實實地 是能夠有足夠的勇氣 去面對接下來的苦難 但是他想說 他是跑盡了 就是那條路去跑盡了 那他也是一個衛道士來的 嗯 他爭辯 為上帝的爭道 但是他說 我守住了 就是有一種呢 是好像盡力而為的感覺 而那個呢 其實是一個過程來的 是 這個過程呢 是沒有承諾 是將一定會打贏的 是 也都沒有承諾 就是你想著 馬拉松一下 就是跑四十二 結果你半馬抽筋 或者是給車 就是掃尾上了車 我自己都試過幾次 你說上車的時候 我就沒有什麼情緒 但是我呢 就在車上聽到 有些人哭 嗯 因為他沒有想過 自己是完成到的 嗯 其實當那一刻 我聽到別人哭 我才會哭 我都有點眼角 有些雷人 但是原來更加重要的 就是保羅 他很安慰到我們 就是他是打過 跑盡 和守住 是 然後他的動力在哪裡呢 他的動力就是 從此以後有生命的冠冕 為我存留 和為我們存留 原來我們是不孤單的 而且那個盼望呢 才是最終的出路 是 我相信情緒生成 是必然的 但是 無論如何 都作為 信徒或者 上帝的兒女 我們最榮幸的地方 就是可以歸家 還有被接納 還有是有盼望 是 我覺得盼望 才是一個最真正的出路 是 Cindy呢 Cindy 你對於 我們面對悲傷的時候 應該怎樣去面對 有什麼解決辦法 其實呢 面對悲傷 我想 詩篇裡面 很多首詩 那個詩人 其實都是很悲傷 是 我覺得是 容許或者接納自己 是有悲傷 容許是很重要 那我自己呢 不開心的時候 我自己睡覺是很重要的 還有做運動 很幫到我的 那當然在 在運動當中 譬如我都跑步的 是 在當中整個過程 都是我一個反思 和和神聊天的過程 這些就很幫到我的 你剛剛的回答 令我想 其實提醒我們 我們每個人都會有一些方法 去 自己要懂得舒緩一下 譬如 你的個案就是 睡覺和做運動 那我們每個人都要想一些方法 是適合自己的 而又可以舒緩一下情緒 既然你說到一個這麼落地的例子 我都想拆去這個位 就是 剛才說到 就說悲傷、哀動 其實這些就是情緒的問題 但有情緒問題 又不代表情緒病 因為今天的主題 其中一道就是 基督徒也有很多情緒病人 所以我就想嘗試伸延到 真的進入了情緒病這個問題 我不知道 兩位嘉賓 有沒有身邊遇過一些人 或者見過一些例子 是呀 他們是基督徒 他們也不是去到 只是有情緒問題 那麼簡單 而是去到情緒病 那麼如果面對這些情況 假設我就是那個當事人 當事人自己應該怎樣面對呢 又或者身邊的弟兄姊妹 其實見到有情緒病人的弟兄姊妹 我們怎樣去幫助 或者怎樣去勉勵之類呢 不如我講一下 身邊很多 是 但都不需要假設 我是走過情緒病的路 我會不會 仍然是一個長期病患者 可能是的 情緒病是會 recurrent 我自己本身都 recurrent 也有吃過藥的 嗯 當我走過之後 我對自己的認識是多了 嗯 也都是接納自己更多 是 更加我容易去接納其他人 嗯嗯 就是 有很多人是接受不了 嗯 蛤 我們不是靠著哪一家級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的嗎 有天父和我們一起 就是你用不怕啊 就是好像是不熟靈 但是我用自己的真身的經驗 我可以坦誠說 我在那個處境那裡 我連打開聖經都沒有能力 嗯 我有些朋友 WhatsApp一些經文給我 我簡直不想看 嗯 我可以用討厭兩個字形容 嗯 就是有一些朋友的經文 好言相勸 都是經文來的 我是預知之道的 其實我 就是 簡直不打開 嗯 我是不是有問題呢 我自問自己 如果有問題 就是有問題 就是我根本搏不起 嗯 就是你叫我離開一張床 我都離開不了 嗯 你叫我把 那間屋的窗簾打開 我都沒有力 嗯 就是不要 不論說 就是 起床去曬太陽 那根本我連 就是 朗口 就是 都 覺得 好像 是 沒有這種的動力 嗯 所以呢 剛才提到 能夠走出去跑步 是恩典來的 嗯 因為跑步的時候 你有安多芬 也都曬太陽 那 我自己的經歷就是 你會學會更加接納自己 是 還有呢 其中一個處理的方法呢 就是 其實你是可以 不做任何事 嗯 讓人服侍你都可以的 嗯 就是我們男人呢 就很多尊嚴啊 面子啊 覺得 給人服侍是 好像 一個 就是 弱者 那樣 但是 那時候呢 我又發現 其實我是可以不做任何事的 嗯 嗯 我甚至是 鼓起勇氣 在我的圈子 我知道我有些同事 我寫一個 幾 連自己都感動到自己的 嗯 但是為什麼可以感動自己 因為我寫真實 我現在當下的 嗯 我缺乏了些什麼 嗯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多了一個朋友 那個朋友呢 就是 叫做恐懼 嗯 嗯 他 每天都走來找我很多次 這樣 那我很坦誠地 跟我的同事說 嗯 我說我沒有力去處理那些事情 嗯 那就 麻煩你們 就是 嗯 大家 緊守崗位了 嗯 甚至我是主動說 我要離開這個群組 是 那離開多久呢 我想我需要起碼三至 就是 可能最長是半年的 後來呢 我是半年呢 我才回到群組 我知道工作的群組 是 嗯 我覺得 我是接納之中呢 我是懂得去愛自己的 哦 就是在我的人生的裏面呢 可能 有太多的邀請呢 我去 覺得有意義的 我會去做 嗯 可能我的確是 幾愛 去 貢獻這個世界 嗯 或者幫其他人 但是 其實真實的 聖經都教導我們 後來我再看 那句的經文 對我自己的鼓勵 就是愛人如己 嗯 其實是從如己來的 嗯 我覺得我真的不夠愛自己 嗯 所以我 由那一刻 我又開始 放慢自己 我是 就是 很坦誠地 和我側近工作的人說 我需要照顧自己 當然我也很榮幸 很感恩 我是有這個資源 是可以 被容許 嗯 甚至我是 坐在這裏 喝咖啡 喝兩小時 沒有人 真是 要來 將我又要 變成一個 就是 超人去救這個世界 嗯 那我開始 是經歷的就是 將自己 好像那副計 是 慢下來 是 原來當你慢下來的時候 你是可以 再 去 正心去欣賞 這個世界 嗯 譬如是 你可以用你的 就是 五感 就是 其實 這個世界有很多東西 你平時是忽略了的 嗯 就是 你沒有留意到的 但是它有很多美麗在這裏 還有有很多聲音 其實 花草樹木啊 鳥宇花香啊 有些五感在這裏 其實是忽略了的 嗯 那我又開始 就是去 操練自己 就是 就是 一個 Mindful 其實我們不用做這麼多事情的 其實是 每一分 每一秒 做好眼前的事情 就可以了 嗯 於是 我進行這個過程 我又發現 我後來再看回 彈爾里的經歷 它豈不是上帝 猜派 就是 天使是去 沒有跟它講大道理的 只是叫它們記得 喝啊 記得吃啊 因為你此路上遠 所以我們的人生 如果上帝容許 我們是 又是馬拉松 其實我們不是跑 十公里或一半馬 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那所以 我自己學到的 或者是 其中一個很療癒的方法 就是回去愛自己 不用 存在任何的內疚 是 其實天父呢 都想我們愛自己 是 多謝司徒博士 你把自己這個 有血有肉 其實當時的 你是一個 很痛苦的 這個經歷 分享出來 但是你今天分享出來 是起著一個 勉勵大家的作用 很多謝你 願意闖開你的心 那好了 Cindy呢 我想問一下 剛才提到說 有沒有見聞過 或者遇到一些 基督徒朋友 他們說 我真的有情緒病 是 我們應該怎樣去 去嘗試去幫助他們 或者怎樣面對呢 我回應之前 我也想欣賞司徒博士 你 剛才你的分享 我覺得 很觸動 和很真誠 很感恩 為了你 那我自己 我曾經我們有個 童工 他都是有過情緒病 不過他都好 好好了 穩定了 他都被一些板斧我的 那他說呢 遇見情緒低落的朋友 你千萬不要跟他說 加油 努力 他說你這樣說 真的代表我不加油 我沒有努力 你千萬不要這樣說 還有啊 通常我們都有些口頭善 很小心 是 沒事的 想開些 哦 傻機 我的童工就說 想不開 你陪著他 根本想不開 是 你陪著他 跟他一起度過 已經OK了 不用說那麼多 是 怎樣去 跟有情緒病的朋友 去同行 真是要很高的智慧 還有要很懂得說話 比如剛才你提到 有些說話 小心點 不要說 那你說要跟他同行 那是不是真的 什麼都不能說 還是 那反過來 我知道有些什麼不能說 有沒有一些東西 是可以說的呢 其實呢 就是當我走過這些路 我再看回 就是先知以利亞 就是他的經歷呢 我就覺得呢 是 我更加認識 聖經世界的真實 嗯 譬如以利亞 都是一個神人 嗯 但是原來 他都是嚇到 鼻孔都沒有肉 嗯 跟著就 進入抗野 那其實 上帝在 他整個的情緒病 的過程 因為他要求死 是 其實他有了所有 情緒病 抑鬱病的症狀 如果今天叫他填章 就是 哦 是 就是 他又要 抽離自己 又要求死 又不喝 又不吃 又埋怨 是 又覺得所有人都不明白他 嗯 但是 當我走過這些經歷的時候 我的確是 就是 更加 體現到信仰的真實 嗯 就是 以利亞這個神人 當他跌落這個光景的時候 嗯 上帝呢 是沒有 叫他開奮興會 嗯 也都沒有責罵他 是 甚至是 派遣天使 嗯 去提醒他 記得吃東西啊 記得要照顧好自己啊 嗯 甚至說多一句 就是 此路上遠 嗯 就等於好像 預視了 其實 當下的確是好像 是很困難 但是 來日方長 嗯 所以 就 上帝 真的很愛他 就是 照顧他肉身的需要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所以 你會發現 跟著是 上帝親自 是 給他一個 的提升 宿命的眼界 是 帶他上去 何列山 也都告訴他 可能是曲線地 讓他知道 其實可能 在我們的生命裏面 有時候 我們看得自己太大 嗯 又或者看得自己 是好像 唯有自己 才能夠救到這個世界 嗯 原來在以利亞的故事裏面 上帝 還預留了很多 為他工作的 先知 有力的 甚至 就是 給他一個 使命 就是 去 為上帝 去栽培 上帝要用的人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 這個才是我們真實的人生 那種 重新 經歷 而包括從 疾病 失敗的裡面 是他對我們成長 是有幫助 嗯 剛剛提到這些例子 或者個案 或者經歷 這樣說 會令到我們很大的提醒 就是 有一些說話要小心點 不要亂不小心 說了 其實我知道說的人 可能是沒有心的 不過希望透過剛剛的討論 我們又再次警醒 去知道 如果我們真的想和有情緒病的朋友 去同行的時候 我們要小心點 有些什麼不好說 甚至乎可能 剛才司徒博士所說 我收到經文 我都覺得反感 所以原來 收經文 或者道理都可能 要忍著 不要說 但剛才你提到 可能是簡單拍個肩膊 或者跟他同行 或者去買碗湯給他的 之類 其實我想起就是 回到那個愛那裡 所以可能在這時候 道理是不需要的 然後說什麼說話 都是不需要的 但愛卻是需要的 希望透過今天我們這個討論 去喚醒大家更加多 對於注意 無論是自己 或者身邊的人 情緒上的一些問題 無論去到 真的要定義為是情緒病 還是什麼去到病的層次 但其實我們每個人 生活裡面都會遇到不同的事情 我們總是要學習處理自己的情緒 所以希望透過今天的討論 可以讓大家更加能夠 關注自己 和別人的情緒問題 好 今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的節目 記得按讚、分享、訂閱 還有留言給我們 下一集再見 拜拜